中共二十大已经进入最后倒数阶段 中国国内弥漫着肃穆之气 北京当局早已开始展开严密的维稳措施 公安机关在各地执行的百日行动 据悉已经抓捕了超过140万人 无论是以社会治安为由 或是为了防疫政策的落实 限制人民行动自由 以及对维权人士及异议人士的监管动作 更是没有停过 可以说中国对内社会控制的手段正在扩大 主要目的除了是要让中共二十大能顺利进行之外 更重要的是要确保习近平安稳进入第三任期 今天的国际新闻评论要来谈谈 中共二十大已确定在10月16日召开 在此之前北京当局势必会对内严加管控 那么会祭出哪些维稳手段 来强化对内控制呢 以及二十大举办之后 习近平顺利延任 中共社会控制会有所调整吗 随着中共二十大的时辰逼近 外界除了关注中共党内的政治氛围 以及焦点放在习近平如何展现 肃清政敌的动作之外 许多现象显示 中国内部的社会控制力道正在加速增加之中 当然二十大是中共政权的大事 尤其习近平意图打造改革开放后 前所未有的政治格局 不但打破了领导人两个任期的政治惯例 更要延续一把抓党政军三位一体的强人地位 为了防范党内各势力借机破坏好事 对内控制的手段会比以往更激烈且更强烈 习近平要树立强人领导的权力结构 对于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十分敏感 所以宁可错杀也不愿错放 这解释了为何不时传出有人被以贪腐罪名 判刑入狱 以及采取不符合科学的防疫路线 无非就是要拉紧对内控制的红线 至于因为严密管控所衍生的经济问题 或是引发国际社会的惰罚 这些代价都不会是目前习近平会在意的面向 当前习近平最在乎的事 当然就是要巩固自己的权势地位 风声鹤唳四个字 足以形容当前的中国政治现况 回顾习近平过去两个任期 从十八大到十九大期间 2013年正式粉末登场 为了奠定自己的领导地位 他对内高举着反贪腐的旗帜 强加政治控制手段 一方面累积国内民众 对于他反贪腐的社会认同 另一方面借此来肃清党内政敌 在进入十九大之后 对内控制的手段 逐渐扩大到经济社会领域 强行国进民退 数位监控等动作 以及操弄民粹的大内宣 更对外展开战狼式的大外宣 以制度之争来强化国内爱国意识 值得留意的是 二零二零年COVID-19疫情爆发 让习近平更笃定建立 无认其限制的王朝 他力主清零防疫的路线 至今仍在持续执行 封城手段惹得民怨四起 他依旧不为所动 为的就是要预防 党内有以疫磨乱的情势出现 同时透过数位科技工具 来以疫维稳 这都是一种社会控制的表现 换句话说 为了将十九大接轨到二十大 中共已经进行了 政治经济及社会层面的 全面性监控 在各阶层部件不少维稳人员 唯一目标就是要稳定政局 有趣的是光辉的十月理应 是中共展现国家团结的时刻 但是基于今年十月 要迎接二十大的到来 十一国庆的社会氛围 显得紧张许多 而防疫就成了变相维稳的 最佳理由 北京当局持续对内宣导 十一长假就地过节的说法 当然今年的端午中秋假期时 中共也倡导过就地过节 不过十一国庆后 整个党政重心摆在二十大 可以想象的是 今年十月的首都北京 将不如过去人潮汹涌的场景 诡决的政治气氛 让北京弥漫着一股政治低气压 中共二十大还没正式启动之前 无论是经济监管或是社会控制 甚至是政治维稳 这些一直都是威权统治 惯性下的必然现象 这对独裁专制的中共政权而言 更是一种常态 毕竟极权于一身 权力越大越没有安全感 这也是习近平会有的独裁困境 呈现更独裁更需维稳的恶性循环 那么可以预想得到的是 二十大之后 习近平更不会放松对内控制 尤其是到明年上半年 习近平还要在两会中 确立连任国家主席身份 维稳行动势必是没完没了 持平而论 中共二十大会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权力结构 那么强力巩固权位稳定的习近平 整体政局会因为控制强化而更趋稳定吗 这样的推论恐怕是过度乐观 毕竟就算习派人马全面掌控中共党政机器 但是依旧有斗争内卷化的问题 此外截至目前为止 谁是习近平的接班人 人是未知数 谁都想掌权 但没有人想落入棒打出头鸟的劣势 这都会是未来中共政治形势更诡诀多变的一面 而也将牵动的整体政局的稳定于否 所以说习近平的天下不必然更趋稳定 但可以确定的是维稳的控制手段 绝对不会停止 请订阅按赞分享还原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按赞分享 请订阅分享